夏明呢 從小時候開始一路寫到了研究所畢業 當完兵 這一些你生命中的乘客 來來去去的人們 書裡面其實有各種不同的乘客 所以裡面我記得有一篇是叫大便人 那故事是講說 有一次一樣車子裡面就很擠 然後小朋友就很吵 然後大家一直叫一直叫 那後來突然間就有個味道就 就出來了 那味道是什麼 就是有人放屍屁 屍屁是什麼 你可能想要控制你的大便 但是想說好痛 我稍微放個屁就好了 不料就出來了這樣子 那整個空間裡面都是公車裡面 全部都是小孩子擠在一起 然後味道就開始很濃密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一群小朋友應該就失控了 而且大家都很High喔 猜想是誰是誰這樣 大家都開始去抓兇手 是誰是誰是誰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 當然不會有人承認 當然沒有人承認 然後每個人都要抓說到底是誰 所以後來就是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要下車了 然後在我下車之前 我就聽到有人講說 哪有這個哪有很臭 這個很香啊 跟臭豆腐一樣香香的啊 結果後來我聽到這東西 我那時候有一點覺得 你是水晶病啊 怎麼會香的這樣 但後來就是我就先下車了 然後我沿路就是走路非常的小心 我害怕 而且我不敢跌倒 就是如果跌倒可能會沾到什麼 所以我真的讓我下車之後 我想脫離險境 但是呢隔天一到學校 那個說這個大便男友很臭 香香的啊 的人就被排擠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 就是大家都叫他大便人 所以這時候是什麼 變成說兇手是誰根本不重要啊 到底是誰的大便不重要 對 這已經不是問題了 問題是你有沒有品味 你沒有品味這件事情 會為你帶來危險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大便人 就是那個同學被叫做大便人 他所教我的事 對 品味 品味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 其實下面的國小還發生了好多事 還有另一個啊 另一個是就是小時候 我覺得小時候理解那件事情 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有小時候運動會嘛 然後我們那以前的操場 不是用那種 那時候好像還不是PU跑道 然後就是有那個 還是那種泥巴地的跑道 泥巴地的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國 就是那時候國小三年級 還有幾年級很小 那時候跑道上面因為曾經下過雨 所以有個地方是有大灘的積水 然後那個積水就 黑金黑金這樣 在陽光下這樣子 然後你感覺都很悶那一天 那天就有很多的女生 那是有什麼 女子幾百公尺賽跑開始 結果那個就看到很多女生 然後瘦瘦的女生開始 就是開始跑 然後他們跑的那個狀態 其實很漂亮 就是你會覺得 哇 充滿了生命力這樣子 結果呢就在快要 有一個跑得最快的那個學姐 然後她就快要抵達終點前 就因為她經過了那個 彎道上面有積水的 結果後來她就滑倒 又會回到這個滑倒 她就滑倒了 然後整個人噴到那個水裡面 然後那個泥巴水就漸了 就漸起來 漸起來的那一瞬間 所有的跑者立刻散開 因為他們不想被噴到嘛 人之常情嘛 但他們就繼續跑 那這時候我就看 然後在說全場的人 都看到都有點嚇到 但那個學姐就繼續爬起來 繼續跑 然後我就想 哇 你真的是 很有運動家精神耶 竟然就這樣跑完全程了 為她補長這樣 對 然後跑到全程的時候 當她跑到終點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就 她很多的人就圍過來了 然後她的老師 就也走到旁邊 然後但那女生 全部都是泥巴嘛 所以那個老師 就拿了一條毛巾要給她 但是她拿給她的 就是拿給她的時候 還要很小心地 確定自己的手 有沒有沾到她的泥巴 就這個小小的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可怕 那個可怕在於是說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你想要維持住一個尊嚴的時候 你會曝露出某一種醜態 但那個醜態 讓你儘管說 你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或者是你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 是很值得敬佩的 但是這個醜態 會讓人家不敢靠近你 其實今天是 城下迷的個人回憶錄 除了小時候之外 你的研究所跟當兵的時候 都去了各個不同的地方 對不對 研究所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念的是創作嘛 所以我們要寫一篇小說 所以我那時候 背景就寫泰國 所以在泰國也住了就是 在旅行但時間拉得比較長 可能總共待了兩個月這樣子 在泰國待了兩個月 然後那在泰國的乘客 顯然應該更不一樣 泰國乘客完全寫的都是精彩的 其實有一點靈異我發現 有點鬼故事的成分 因為泰國有太多的鬼怪的故事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看電視 就有那個 就看到一個節目裡面 然後有一個人在玩一個小的東西 然後我根本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只看到有一個人一直在玩那個小東西 後來我就就要關掉了 結果才發現那個小東西是嬰兒的屍體 然後他們介紹的那個後來是 我才知道是濕油 濕體的濕然後沙拉油的油 就是在泰國有一個巫術 那種骨啦 骨這個東西 他講說如果說你把這個濕油 這是嬰兒死掉了 你不能真的殺他 他意外死亡或是他自然死亡的 那你把他的身體拿火去燒出油來 或者是灰 那你把那個東西抹在你想要愛的人的下巴 那他就會愛上你 泰國的電視台可以播這樣的節目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可能那裡 反正就是那個東西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怕 可是我覺得可怕的其實不是濕油這件事情 是 可怕的事情是 為什麼你明明知道骨這個東西是有反作用力的 是不好的事情 你做了這個事情你也會受到傷害 但為什麼你還要做 那我忽然間理解的是 很多人在戀愛的過程當中 他就算是得不到所愛也好 或者是被惡意的拋棄也好 但有時候事情結束 一個關係結束的 一個關係結束之後 他所留下來的可能是一個執念 那個執念可能只是一個問題 說你怎麼可以不愛我 對 那為了這個問題 當他變成執念的時候 對 那你女人可能就被這樣的執念捆綁住 所以你就會去做那個事情 對 但再回過頭去想 那這樣的執念其實跟愛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只是勝負 要跟你決勝負的那種心情而已 對 他在那裡滑倒了 不肯爬起來 對啊 我就很感受到 我是如此強烈的被需要 那這件事情讓我感到 有很多東西是跨越語言 跨越一些階級的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 願意敞開心胸 然後讓人進來 那其實你也會被需要